怎么连她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 竟没知那人的罪 为卫大将军讨个公道呢 姐姐的意思是 皇后失宠了 不是说十遍是迁 自古有之吗 朝中的这种波绝云鬼 也看得出后宫的起爹心涕呢 皇后是善良仁慈 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 就是啊 大将军害死老将 那获去病 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 作威作福 事事作恶 天天耀武扬威的 还打伤我们的弟弟 当时刚进宫 迫于无奈 皇帝认错 现在想想 我的心里还疼呢 恶人有恶报 等哪日他威势不在 把这恶人调起来 狠打一通 才叫快意 恶人就在此 谁要打我 我是恶人 我就在此 你打呀 你们俩每日在后宫 无所事事是吗 竟乱生是非 搬弄口舌 重伤朝廷重臣 都活得不耐烦了吗 大司马 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 您大人要 大司马 姐姐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屈兵 屈兵 你醒了 陛下 躺下 躺下 太阴廉快来 大司马醒了 参见陛下 免零 免零 怎么又突然晕倒了 我没事 就是老毛病犯了 参见王夫人 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 请二位先在交房殿 稍歇片刻 享用上贡真果 皇上两个时辰后 就一驾前来 你帮我传话 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 不必担心我 我会在此静候的 诺 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 真是惬意啊 真是好喝 清醇甘甜 果真是上品美酒 如果 我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 永远守住这份宠爱 就好了 妹妹 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 必能拥守宠爱 你看 你我在这交房殿内 你不眼如 这宫殿的主人吗 皇后宝座在这里 以着交房殿的大气 交相辉印 以前都渴望不可及 今日啊 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 原来宝座如此别之气派 不知 坐上去又是如何呢 妹妹 不如试试啊 如果皇上 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事 又怎会宣你 在这交房殿相聚呢 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 啊 说不定不久之后啊 这后座就是你的 现在也只是试一下 皇后金庵 民女特前来向 皇后问安 姐姐 我仿佛看见 这殿下的妃嫔碧谱 都在向我俯寿膜拜呢 民女参见皇后 平身吧 王丧 你照顾皇太子留红有功 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 十亿万户 谢皇后恩赐 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 这一座上来 这数日的晕眩 都神奇得好了 是吗 有这么舒服吗 姐姐 要不要来试一试 姐姐万安 免礼了 今日我跪为皇后 得替皇上 逞恶除奸 卫氏一族弄权跋扈 全部该死 卫卿害死李广父子 除以急刑 那获去病 嚣张可恶 先重打五十仗 然后把他当众逃落 大胆 大胆雕覆 扇灯后座 是何巨星 跪下 陛下恕罪 命你并无剑月之心 只是一时无之 见没有人才视作一下 以后再也不敢了 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 还请陛下恕罪 单凭一句玩念 就想拖着剑月死罪 以皇后之位来玩 对朕的众臣处于急刑是玩 保罗阵的大将是玩 难怪有人状告你们二人 有谋夺后卫之心 这一玩 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闲漏了 陛下饶命啊 名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 见这宝座 似能一直晕眩之正 所以才视错的 荒谬 你把朕当作是 目盲耳缠的昏军吗 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里 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 多坏 宫中的轻压 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 你罪犯大不敬 绝不能饶 陛下 你书想再求情 来人 在 把此二人拖下去 王丧即刻斩首 王爷押回凤凰殿 等候发落 陛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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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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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啊 妹妹 妹妹 陛下 陛下 放过我姐姐吧 我们是无心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谋夺后卫 陛下放过我们吧 休要狡辩 你纵容亲戚 居心不良 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 才饶你不死 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 明日 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 做你的齐王太后 陛下 陛下 朕就知道错了 拉下去 喏 陛下 走 陛下 护下 护下 她们母子这一躯 等于永别长安了 朕知道你心有不忍 放心 齐国地势显耀 城郭极大 只是临滋城就有十万户 是地大无博的好地方 朕没有亏待他 一风始祖 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 想当初 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 其醇其善 可是 如今却 人亦得 人心难测 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 一朝得冲 竟也有僭越之心 若不是去病皆气居心 日后他气焰更生 后宫就更多事 这是去病向陛下禁言 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 得理照顾 他关心你也是应该的 嫔妃们争宠 本是平常事 但若背着君上 便善意朝中重臣 而且态度极为嚣张 对皇后语出不敬 听其言知其心 恐怕日后 成为后宫祸患 是否祸患 称赢 一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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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自私